喂,Sylvia Hello 上次我們做了一場speed dating 就是在我們的主場 梅蘭谷竹 現在我們就看到 後面其實是一個十字路口 人身交叉點 其實很多時候 參加我們這些派對的朋友 回到他就像現在這個局面 不知怎算好 車不知怎走 幾邊走都行 所以他現在一點方向都沒有 就可能會 有少少抱怨 是 我又想趁這個機會 我們在這個人身交叉點之前 我們就說一下 究竟一個活動之後的抱怨 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收到最多的抱怨 你也有收到的 我收到的就是 我好像融入不了 跟人溝通不了 是 你覺得是不是 當然有人會是這樣 比較窄一點的 躲起來了自己 不肯拿自己出來 是 就覺得跟別人融入不到 沒錯 你想真點 人生交叉點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踏出那個 第一步才行 你肯跳出你的圈 你才能認識別人 你不跳你怎麼認識 沒錯 這件事真麻煩 還有呢 還有 有些人就會覺得 很搞笑的 有些人會問我 我來的時候 應該穿甚麼衣服 出席 是 我就覺得 你看你有多尊重這件事 是 因為見工的時候 你都不會穿短 不會牛肌粒 對 對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要搞的 對 有些參加者 沒有搞妝容 沒有的 但是其實那次的活動 我覺得好就好 我們起碼有一個化妝師 準備了給你 很好 我簡直見到一個參加者 她是變了樣子 是 你是誰 立刻溶光滿化妝 我簡直想收多她一次次 我認不到她 對不對 說笑而已 就是 希望她可以精神一點 去面對她這次的dating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 還有甚麼投訴 我們再說 另外 反而是我自己見到 大家來到的時候 不是太主動的 是等人聊的 神經病 你明星 大哥 為甚麼要撩你 我是真的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過來認識的話 其實自己主動 你不會少不育 這個是必須的 對嗎 我也無所謂 你記住 我們現在趁這個時間 跟觀眾說 如果要參加我們做頻道 以及UNO的活動 如果你欠少少主動 還有膽量 你會吃虧 你會吃虧 怎麼搞的 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要主動 還有大膽一點 但是我們求變 所以希望大家 在不同的活動之後 給我們更多留言 就是覺得 我們有甚麼可以改進 或者 我真的很小膽 我真的很想你幫忙 推動一下 大力一點 就要找回我們聊天 絕對幫你的 一定幫她忙 神經病 趁著秋天 剛剛來到 我現在有點涼 我簡直想去燒東西吃 我想去釣魚 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做呢 郊外 其實有些人喜歡在郊外 認識女生 我覺得這些環境 心狂實 夠自然 夠冷靜 沒錯 所以 你想想 好了 接下來我們秋季 就會選一個 秋季 有一個釣魚 有一個燒東西吃 的speed dating 在郊外 沒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到時 一定要報名 到時見 拜拜